大家好 这就看到我们来学习一下peerp的应用模块 我们来先看第一个问题 peerp的错误和异常处理 我们打开一下课价 那我们课程的分两部分 一部分的是错误如何去处理 还有一种叫做异常如何处理 那给别人感觉呢 说错误和异常不是一回事吗 为什么要分两部分呢 其实不是一样的 我咱们下一节课呢 会重点讲异常处理 这节课呢 主要看错误 错误呢 通常都是在我们程序编写的时候发生的 或者在程序运行的时候发生的 所以呢 呃 我将错误呢 分成这么几类 第一类 比如说 叫做语法错误 语法错误 这类错误呢 通常就是有一些过失 呃 或者是其他原因吧 造成的一些错误的发生 比如说用户不愿遵守一些程序的约束 也会引起这样的错误 那语法错误呢 是最常见的 并且呢 是最容易修复的 比如说 遗漏了一个 一个分号 或者是呃 变了名前面 卖家道乐福 这都是语法错误 这种错误呢 会及时将错误报告输出 然后阻止交本运行 通常呢 发生在程序开发的时候 可以通过一些错误报告呢 咱们进行修复 所以这种错误呢 大家遇到了 不要着急 他会提示你 在哪行 哪呃 哪列 发生了什么错误 所以你按照它的错误报告 然后根据P2P的语法 把它调制回来就可以了 所以是最好解决的 那第二种呢 就是什么 比如说运行时的错误 就是你程序已经开发完了 不是在开发阶段 是在运行阶段 那由于一些 呃 意外 那会导致一些错误 比如说 呃 在调用hard这个函数的时候 前面有输出字符了 那P2P呢 通常会显示一些错误消息 那虽然P2P脚本呢 继续运行 但是hard函数呢 并没有直言成功 就是呈在运行过程中 并不是在开发过程中 一些遇到的错误 第三种呢 比如说逻辑错误 这个东西呢 通常是要命的 它不会阻止P2P成运行 也不会显示错误消息 所以是最麻烦的 比如说 在一符语句中 你不小心将判断等于的两个等号 写成了一个等号 那这就一个逻辑错误啊 这种错误很难被发现的 如果他复制成功 复那个值是非零的 那有可能就是什么 就永远是真的 那你看不到错误报告 所以这种错误的时候 咱们要挺 呃 结果不对的时候 要想调解的话 就得分几个方面 比如说注释调试法 将所有东西都注释掉 然后一点点打开 再次就用输出调试法 在不同的地方输出不同的字符 你看一下会输出到哪 然后我们哪块没输出 我们就知道哪块有问题 然后及时调解哪块 就可以了 所以这是错误的常见呃 形式 那一常的咱们先不管 先看错误的形式 其实呢 那错误在我们呃 系统里边的报告形式呢 我们先来了解一下错误报告 错误报告 你看错误报告形式呢 有这么几种 大体上分这么几类 比如说 直接就是致命的错误 那系统里边显示的错误级别 应该是一 然后一阿挖 然后呢 比他稍稍弱一点的警告 一会我会给大家看这些错误报告 级别 警告 然后还有一种呢 就叫注意 这条线 比如说是 P 啊 NOTIC 通常呢 我们在写成功中呢 时不时的会发生这三种错误报告 这三种错误报告 这种是最致命的 发生错误 程序通常就会死掉 然后不会往下执行 而警告和注意 通常呢 警告是 注意是最弱的 啊 你完全可以把这种报告给评论掉 不会影响你任何程序正常执行 而警告这种呢 啊 他也不会综断程序 但是呢 某些功能呢 没执行成功 就我刚才说过的 发送哈德函数 那就会发生一些警告 然后呢 没事 成功 我们来啊 打开一下配置文件 我们来看一下 配置文件在window下 我这目录下 pp.ni 这个配置文件 我们来搜一下 系统里边跟错误有关的都在哪 你看 都在这个区域 跟错误有关的一些东西 你看 那第一部分呢 就先给我们这个注释里边就给我们显示了 这么多种错误报告 那什么叫错误报告 比如说我在写程序的时候 你看啊 啊 假如说我这样写一个程序 啊 doll of a 等于十 你看我们一家 他就会提示 我有一种报告 我访问这个 lock host的 呃 比如说 系统pp 下边的 demo 访问这个 你看 提示这个测字幕串 就是一种报告 提示我们错误 就叫错误报告 那告诉我在25行 对吧 少了一个什么结束的一个解析错误 那我们找到25号 水平一点 当然是25号没有了 一看24号上下几号又知道 加个分号就不会有错误了 我就刷新一下 就不会提示了 所以呢 这种错误报告是为了 告诉我们哪块错了 告诉我们应该怎么改 像我刚才写的是一种致命的错误 你肯定要改掉的 要把改正确了 不然的话成员就执行不了 它运行会有异常 会停止 那我来看一下 什么是警告 什么是注意 好 我这三个一起写一下 看这个错误报告级别啊 我首先在下边 我先输出一行 可以看到的警号 你看 如果程序不出错的话 就会输出这个警号 那你看一下 我先写出注意的情况 但是呢 我得必须得看要配置文件 允不允许我把这种注意的这种报告输出 那我先稍稍看一下 你看我这块写这条 一会儿我再给介绍 为什么写这条 好 我写了一下这条 然后保存一下 保存了一下 然后我重新启动一下阿爸奇 好 从你成功 最后我是输出所有错误报告 这个意思是 那我现在既然输出所有错误报告 你看我先写一种 注意的情况 比如说 比如说我就随便写个函数 调用一个系统内情函数 里边传一个变量 我想知道这变量什么类型的 那这个变量我没有声明 我就使用了 所以这个时候呢 会提示我一个注意 没声明的变量使用 就会提示 其实注意 你看一下 你看 注意 不未知的变量 没有定义的变量 在哪个文件的哪行 但是警号输出了 你看啊 但是警号输出了 说明什么 说明我程序没有死掉 是继续运行的 可以看到这张警号 所以呢 不会影响我程序运行 所以完全可以 也不会有任何问题 我完全可以怎么的 把这个 把这个错误报告评掉 就以后不输出这种注意 因为不会影响我程序的任何东西 那假如我再写一个 gettyp 我不传参数 这个时候呢 就会出现警告 这种报告形式 警告这种报告呢 也不会影响我程序运行 但是呢 毕竟是差一个参数 比上面是级别的 错误报告稍稍严重一点 但是也也不会严重到 将我程序崩溃掉 你看我警号还能注意 看到 警告 告诉什么 丢失参数 这个函数 这个时候就会出现警告 所以警告的这个问题呢 会比注意严重 所以我们有时候也要解决掉的 加个默认参数啊 或者什么呢 都可以解决掉 再看一下 下一个级别 假如说还是调用这函数 我假如我写错了 你看一下 那系统呢 就会没有这个函数 没有这个函数呢 可就是一个严重错误了 你看 直接提示我 错误 没有定义的函数 这是我在写错的情况下 那这种错误 我一出出现之后 那系统里边就没有出现什么 就没有出现这行警号 说明这个时候 当这个报告级别 错误发生了 也是第一种这个错误发生的时候 这个时候就会 终止程序运行 或者是叫 中断 终止吧 程序运行 程序不过往来执行了 已经退出了 这是发生了致命的错误 所以这种问题 咱们一定要解决 那咱刚才能看到这三个呢 就是错误报告 让咱来分析一下 PAP里边给我们提供了这么多种级别错误报告 也就是这么多级别错误报告呢 你想使用哪种输出给用户 你就可以使用 那比如说咱看一下 这个 告诉我们是所有的错误警告注意 当然不包容脚本的错误通通输出 这个呢 是输出运行时的一些错误 输出运行时的致命错误 它会导致脚本运行的错误 这个呢输出什么运行时的警告信息 这个呢 会是编译时间的一些解析的错误 解析的错误 这个就是注意 注意呢 当然通常不会应用程序 脚本的错误 然后呢 还有这些 比如说 像这个错误呢 是类似于 你看代码错误 类似于这个错误 但是呢 不包含 PAP的什么 一些核心的错误 是这个问题 所以这么多报告你 我不用说一个一个权益看了 你还比较迷惑 怎么办 你只要记住有三个级别就行了 最主要当于用这个错误 警告提示 如果你在开发阶段 全部提示用就行了 所以 错误报告 我想让PAP输出什么错误报告 不这么多行吗 我就可以直接开启 就可以了 用什么参数指定啊 用这个参数指定 比如说指定这个所有报告 我指定这个 假如就EROR就输出什么 就要输出 呃 所有的错误信息 我就可以指定这个 那我想指定所有的什么 所有的注意 就可以这样 那我既想指定 所有的错误 又想不包含注意 怎么办呢 它可以像类似于编程似的 可以并且 除了 你看 E下方线 NOTIC 除了注意 可以这么写 这是并且的意思 所有的报告都输出 并且 这是曲法的意思 除了什么什么 当然还有竖线 或者什么什么什么 就这么几个语法 很简单 所以上面其实都给我们提供了写法 你可以看到啊 我现在用的这种 就是上面这种 所有的错误提示我 但是除了注意 你看 所有错误 并且除了注意 或者什么 这种脚本错误 这个呢 编译的时候错误 错误 还有什么 不是核心的错误 所以很简单 就可以指定 这种不同的错误报告 其实你也不用全指定 我就指定这个就可以了 所有的报告全部输出 只要有问题就输出 管他是注意 还是错误 还是警告 对吧 输出 那你要是这种方式的话 直接在配置文件改完之后 我必须怎么的 重启一下配置文件 重启一下配置文件 重启一下那个阿巴基服务器 那使配置文件生效 但是呢 我现在用的环境 和你现在开发用的环境 咱们俩的错误报告不一样 比如说 我现在的错误报告环境 是所有的 但是我除了谁啊 除了注意 因为我认为注意怎么的 注意无关紧要的一种形式 我这么写 然后呢 我错误报告输出那种形式 那我在写程序的时候 我就会经常怎么的 经常不声明变量就使用 因为PAP 我就认为 以为PAP是允许的 然后我做完的一个项目 然后交给你去运行 在你那里运行的时候 你使用的不是这种错误报告 你使用的是这种错误报告 什么意思 你是说这所有的 包括注意也是输出的 但是呢 我呢是不输出注意的 而且还是我在我机器里边做的项目 所以这个时候 如果把项目考给你 你那里边就电脑里边就会打印出 很多个什么 错误报告 不是别的 全是注意 因为我这里边注意没屏蔽掉 你那里边怎么的 我这里边屏蔽输出注意 你那里边没屏蔽输出注意 所以我项目在你那运行 肯定全是注意 这你就认为有什么 我这软件变得不好啊 怎么有这么多提示啊 对吧 所以呢 怎么怎么办呢 在我做项目的时候 通常都会这么做 在我全局 我最先要告诉我整个项目输出一个错误报告 那就不管你配置文件里边配置的输出什么样的 这个就需要使用函数 看这个 叫做啊 一刚才这个不是这个参数吗 系统里面有这样的函数啊 一二二 消息 一二一 P R T I N G 你看 用这个函数 里边存的跟这个写法是一样的 比如说 E 所有的报告都提示 并且 除了 E 下方线 什么 呃 注意 NOTIC 你看 假如说我现在写这种错误报告 报告所有的 但我除了注意 这样的话 我我每一个脚本 每个皮皮脚本 如果都能执行到这条代码 那每个脚本输入错误报告都这样的 而不管你服务器是否怎么的 设置的什么样的错误报告形式 所以我项目考给你 你每个页面都会执行到这条代码 如果是这样的话 那想一下一下 我这块写成语的时候如何输出的报告 装到你项目那里边也是如何输出的报告形式 所以希望大家记住这 这个输出什么样错误报告形式 你看我现在屏蔽掉 配置文件明明是输出所有的 但是我这里边怎么的除了注意 你看 警告错误注意没有吧 无关警告 所以错误的报告形式就不屏蔽了 对吧 那假设我再除了警告呢 那警告也会怎么的 也会没有 比如说 再并且 除了 E 下发现 我现在没改配置文件的情况下 WARNING 你看除了警告 除了注意除了警告就是显示所有其他错误全显示 你看现在就成错误了 对吧 但是我们报告形式 警告最好变屏蔽掉 也是一样的输出的 因为警告也会带来一点影响 但注意不会带来任何影响 这就是错误报告 如何在程序里边 为什么要加这一条的原因 就是为了防止项目在不同华人运行 错误报告输出格式不一样 那程序呢 有可能你就会忽略一些东西 那我在这里边也输出所有 我一直用这个 那这个时候呢 我要多介绍一些 这个是不是相对改配置文件呢 改这个值呢 差不多 但是不是改 只是在我怎么的 从这运行以后有效 所以其实配置文件中 我下面先注册掉 配置文件中的所有的属性 基本上我们都可以获取和和设置的 假如说我不用这个设置 我可以用什么 ini set 这是设置什么配置文件的 第一个参数就是配置文件的名称 比如说刚才写的那个 什么 EROR消化线REPORTNG错误报告 然后这块第二个参数写成什么 E消化线AR是所有的 也是一样的效果 那不光是这个值 假如说我想设置 最大的文件上传 假如说我是最大的 我忘了这个参数是什么了 但是假如说我这么写上文件 upload 假如说这块写上 20兆 容易下写了 大概那么值 所以配置文件任何值都可以改掉的 是用inset 这个大家要记住 那我想获取配置文件中的任何一个值 我也都可以做到的 怎么做到呢 使用iniget 但是呢 并不是说把配置文件就改掉了 而是临时将配置改掉 只是我 在设置函数的位置 上面那个设置的时候 在设置函数的位置 到这个整个页面之间结束 都是使用这个设置 别的文件 如果没写这个设置 还是用配置文件的 是这样的 并不是说把配置文件值 直接修改了 他没那么大能力 那这个呢 我可以得到任何配置文件的值 比如说我想值得文件上传多大 假如说这里边有一个这样的参数 up l o a d s 那我找一下这个吧 别准备那什么 up l o a d 你看这个 上传最大文件使得是这个参数 现在写的是吧 200兆 让我在这会获取一下 但不用获取名了 直接写值就行 你看 我输出一下 能不能输出 是200兆 看一下 是不是就那个值 所以我这随便获取一个配置文件的值 所以可以用这两种办法改变配置文件的值 是可以的 好 咱们继续 这是咱说如何获取配置文件的值 因为经常配置文件 假如你是在网 服务服务器提供商的租的空间 或者买的空间 他那个环境是他给你配置的 然后呢 你想按你自己的 让你成立按你自己的环境 配置文件的环境之行呢 你就可以通过inside改一下 但错误报告呢 是可以通过这个呃 输出的 是这样 但是呢 我们要记住一点 一定要记住一点啊 既然错误报告 你知道怎么设置了 输出什么样格式了 那什么时候输出呢 记着 我给大家建议 开发时 输出 所有的 报告 开发时输出所有的 错误报告 包括什么 注意啊 警告啊 这个有有利于什么 就是项目证的开发阶段 有利于我们进行程序 调试 有利于我们进行程序 调试 但是在运行阶段 这是开发阶段 这是在运行阶段 那什么叫运行阶段 就是项目运行完了 放到服务上运行了 运行阶段 不要输出 任何 不要让 应该说不要让 程序输出 任何一种 错误报告 那为什么呢 你想象一下 如果现在 我是谁啊 我是普通用户 不懂技术的话 我现在如果看到 这样的结果 我肯定有两个想法 假如我就觉得你这网站做的太烂了 这样的输出 他也不知道你有什么目的 他也看不懂 肯定认为说你没调是好 如果我是懂技术的人 那怎么办 我利用你这个错误提示 我就知道你这个文件在什么地方 有的错误 有的错误比如连接受据库会暴露你一些什么很重要文件的一些信息 这种报告 所以让黑客看到你这样的错误报告 他会利用这个错误报告攻击你 所以 有两个目的这话 不能让 嗯 就是全部错误不出出 那目的什么 不能让什么 嗯 用户看到吧 咱说两种用户 懂 技术的 就是黑客看到 和 不懂 技术的 这两种用户 不要让他看到 也就是所有人都不要让他看到这个运行阶段 对吧 那我怎么做呢 我是把错误报告所有都不输出吗 不是这样的 你所有输出可以 你看配这个文件里边 有一个什么 看啊 我上面已经输出所有的了 所以在这块我就可以把它刚才那关掉了 假如说我又回到默认值 你看 回到默认值 我保存一下 尽量不要改变这个程序 重新一下 你看我这块评历注意 但我成语里边是不是输出所有啊 既然成语输出所有 现在我这个注意还能看到 你看还可以看到 以什么为准呢 我这个脚本上面这个为主 那怎么能要错误不输出 如果这个输出呢 配置文件里边有一个属性 你看呢 显不显示错误 显不显示错误 我如果把这给成off 怎么的 错误则不显示 那他说了我尽量不改程序 我怎么的 刚才他不学了一个i set吗 所有错误报告都输出 你看我如果不想的显示 我就干嘛 使用i set设置谁啊 你看这块直接显示 那个刚才看到的一个 DISPLAY DISPLAY ERORS错误报告 让他等于off 或者是 等于零 就变成假值 你看 现在我把这个显示错误 变成假值了 错误报告就不输出了 或者等于这个 按里边值off 关闭掉 错误也不输出了 和我改配置文件是一样的啊 只不过你在成语里面 不知道别人 因为你租的空间的话 他是为了所有人 都可以用这个 呃 PARP这个程序 就PARP那服务器 所以他不一定说 默认就是关掉的 所以你在成语里面 自己成语写 那默认就可以把错误报告 全关掉 那错误报告全关掉了 这个程序确实是有问题啊 下面有注意 有警告 这个那都不输出了 但是这样安全 但是安全归安全 有错误发生 用户看不到了 那么维护程序的人 管理者也看不到了 那你就认为这个程序 在运行中一点都没有问题吗 不是的 所以呢 咱们得有办法解决什么呢 错误虽然 我这样不输出了 看不到了 但是你得让别人看到啊 有这么几种方法 把错误报告写到日志中去 这样 将 错误 报告 写入 日志 写日志中 这样的话 有错误了 不在浏览器上直接提示了 用户看不到了 黑客也看不到了 那 谁能看到啊 我写到系统日志中或者是我自己定义的日志中 这样的话 我通过查看日志形式 我就知道哪个文件哪行什么事件发生了错误 对吧 所以日志往日志写的时候呢 也有三方面信息 也有三方面信息 第一是 写入到 假如说我默认什么也不开的情况下 你看阿华奇的配置啊 这是怎么的 假如你是这样配置的 关闭掉 错误配置 然后呢 日志错误开启 这得开启 然后日志的最大长度 因为日志文件你不能让他一直增加呀 有可能经常发生错误 日志你要是不限制长度的话 有可能是攻击你的网站应用手段 日志应该一直增加 那么会占满你的硬盘 对吧 之前不管了 咱看一下 再往下看 我日志写的地方 我没有指定 既然我没有指定 默认就写到你操作系统 呃 外部浏览器的 外部服务器的日志里边 你看啊 我现在这话 错误密输出 对吧 我刷新一下 没有在这输出 但是会写到我操作系统 那个外部服务器的日志 我外部服务器在哪呢 那就阿帕奇呗 阿帕奇的日志 是不是在这呢 你看找错误日志 打开 看最后一行 你看一下 因为我把错误屏蔽了 你错误如果不屏蔽的话 它是不会往这里写的 就直接 它指定有一个报告的地方 你看 我刚才刷新这么多 错报告是不是写到这了 在什么时间 错误 客户端哪个地址 出现的注意 出现的警告 出现的错误 也就是刚才输出到屏幕上的地方 都输出到这里来了 这默认往阿帕奇配置文件里写 但是有一个问题 你看 这块写出报告 如果用阿帕奇的话 啊 默认 如果不指定 如果不指定 错误 呃 错误日志文件的话 日志位置 则 默认 写入 啊 外部 服务器的 日志中 你看 默认写入外部服务器的日志中 就写到阿帕奇日志了 但是写日志有几个前提条件啊 第一点 就是 错误报告 得指定 你要不指定错误报告 输出呢 日志里也不会有 第一点 这样吧 第一点 指定 嗯 错误 报告 就像我这条指定 所有都输出 第二点 关闭 错误输出 你看 我使用这条关闭 或者是在配置文件里怎么办 我上面看一下 或者使用错误报告 脚上一下啊 这个 off 这条语句 我再粘过来 嗯 这个 指定错误报告 咱们可以使用这个 这是我写 假如是写的都是呃 配置文件里边的 然后第三点 必须开启 错误日志的功能 那就哪个属性啊 错误日志开启 这个必须得开启 哦 这第三点 这第三点 开启 错误 日志功能 有第三点 但是现在你不用指定配 默认配置文件 就会往 默认 就会往这里存 但是往阿帕奇 日志里存 如果你是在网上租的空间的话 你是没有权限 看阿帕奇的错误日志的 对吧 当然你可以指定到自己的虚拟主机 下面的错误日志里边 这是可以看到的啊 这是可以的 所以呢 通常我们都 建自己的专门的 P2P错误日志 并跟阿帕奇那个混合 混合的时候 你不知道什么时候 看到P2P错误 还是外部服务器本身错误啊 就不好区分了 所以第二个 指定 一个 是 为 这个参数 当然你可以在程序里边指定啊 用IIS的啊 那么配置文件哪个参数啊 就这个 我先拉 你看 系统日志 看下这个属性 啊 为这个 啊 选项 指定 什么指啊 一个文件名 文件名 则就是错误日志 这样的话 你指定哪个文件 那错误日志就会写到哪文件里 但这文件必须有P2P可写的权限 必须有P2P可写的权限 比如说 我在这块 啊 把这开启 你看 这写个文件名 假如说 C盘下边的 EROR.log 现在我指定文件名了 我重新开启 当然我不在这指定 也可以啊 你看 我不在指定用什么 用IISet IISet 指定谁啊 EROR 错误日志 这块写着 C盘下边的 EROR.log 但是如果C盘 我也可以权限的话 没有这文件 他会自动创建啊 啊 我这位在 比如说 啊 我现在 我写在这里边就不用重新启动阿帕奇了 然后我刷新一下 你看这是阿帕奇错误日志 他就不会写到这里边去了 小心一下 我们直接找什么就行了 你就不用看这 他不往这里写了 这一套西盘 你看一下 这个 这个文件我明明没建立啊 他自己生成的 你看 就是刚才那三个报告 注意警告 我刚才指定就是西盘这文件 会自动写到这个地方 当然你不一定说系统发生的错误 你往这里指定啊 我自己其实也可以 咱们自己也可以写一个错误输出 比如说有问题 你经常会输出到屏幕 比如说数据会连接失败啊 或者什么连接失败 你不会输出那些字吗 你现在也可以怎么的 也可以不用说 呃 AGE消息 我自己写的 随便写的 你看一下 他也不会在屏幕上输出 你看我刷新一下 没有在屏幕上输出 但是这样的话提示 你正常的原来都是挺提示在 提示到哪的 提示给浏览器的 现在这样我写到这了 你看我这日志 找一下 刚才我又刷新了几次 你看这还有 这是一个错误消息 你看也输出了 什么时间输出的 你看到这种错误形式就行了 所以并不是说 咱们在写成员的时候 错误输出都直接 呃 往浏览器上输出 并不是直接用IQO 或者用 DAE这样 你直接用这个错误日也行 这样就会直接写到配置文件里边去 用户也就看不到了 除非就想要用户看到的 比如说 呃 上传文件失败的时候 提示用户类型不对 除非专门提示给用户的 你才用IQO输出 如果不是专门提示给用户的 就是系统自身发生的一些东西 你就要往日志这些 就要往日志这些 那第三种是什么呀 这是往日志文件里 当然你这个文件一定要可写啊 然后最好用阿巴基 限制用户不可读 只有管理员自己进入操作系统 才可以读 第三个是写入到 操作系统 日志中 也就是系统日志中 我只要把谁属性啊 刚才这个属性 EROR消息ROG 它的值指定 系统系统那个词 SYSLOG系统日志 写这个属性值 它就会往操作系统日志写了 那在另一页下呢 桌上没有查看日志的 那一个查看器 那温度下也有 但是它日志呢 不如另一页下那个格式 我看没有那个格式好 你看这话我写这个词 写上SYSLOG 这回你再看下边的散用日志 或者直接在配置文件这会改都可以啊 但是你得从你配置文件 因为有的时候 跟配置文件没有权用操作 所以你就得用程序 这么去改配置文件 好 稍信一下 你看 这个时候 假设我把这个 吸盘下这个 删掉 因为刚才是个自动生成的 现在我已经往系统日志里写了 所以我这块删掉 刷新 你看 吸盘怎么的 不会生成了 阿帕奇里配置文件 日志文件也会有了 而是写到哪去了 操作系统的日志中 那看温度操作系统日志是怎么的 我的电脑 右键 管理 我的电脑右键管理 看到这些了吗 有个系统工具 有个事件查看器 你看这个应用程序 你看上面信息都是我刚才刷新的两下 比如看这个 什么时间 什么时间来源 描述 然后PPS错误 没有定义什么什么方法 就可以查到了吗 上面那几个都是这个 对吧 类型没有 这个肯定那是那注意了 对吧 是那注意的错误 提示 这个是 啊 咱自己写 准备日志输出那消息 看到了吗 所以呢 这是写 有问题的时候 如何输出 我再重点建议一下 这个是 这建议也不是建议阶段啊 开发阶段 一定要知道 输出所有错误报告 有利于我们调制程序 运行阶段 任何错误报告不用输出 因为 懂计算的人看到 黑客看到容易攻击你程序 不能计算认为你没做好 所以全关掉 全部关掉 然后将报告写入到 错误日志当中 就可以了 好 这个也不叫那么多 以后遇到错误就这么解决 当然了 如果你小 小错误 你都不指定的话 想屏蔽的话 也不用说 假如是你平时想屏蔽的话 输出所有错误报告 我这也不用日志写了 你看啊 就大家一个 简单的方法 其实前面咱们也提过 你看 警告注意 怎么办 假如这个警告 我不想输出 前面加上try啊 就可以临时性 评评掉这一行的 报告 我想评评掉这个错误 try 他错误就没有了 对吧 但是错误 咱们一定要解决的 警告 咱们最好也把它解决掉 注意解不解决都行 所以注意这里错误报告 我在配偶念的面输出 因为错误如果不解决的话 程序是不会往下执行的 他会中断处理 这就是peerp如何处理错误 也就是错误报告输出的方式吧 是这样 当然有的一些错误 你都根据你的经验呢 去解决掉就可以了 好 我们这节课呢 就就到这里 下节课呢 我们介绍peerp的异常处理 感谢观看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